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巨星就是风向标啊 肖战就是内娱的风向标 最近一段时间肖战代言品牌内卷的很是厉害 一线城市繁华地段随处可见网红博主前去打卡肖战地广的盛况 甚至高端杂志也参与进来 号召大家打卡晒图 这可是缠坏了一众人啊 怎么肖战频频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能够出圈呢 自己家怎么就不行呢 感觉时尚表现这一块而照肖战比也不差呀 于是赶紧号召自家粉丝到自家的的广上拍几个照片晒出来 数量不够就P几张出来凑成18公格 是不是高奢都不重要 先把热度炒起来再说 这两年内娱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 尽管内娱对肖战喊打喊杀的 一路嘲讽诋毁 拒不承认肖战取得的一切成绩 可是对于肖战出圈的方式可是全盘模仿 肖战的小作文 肖战的日常Vlog 肖战的发型 肖战的采放 肖战各文旅平台的野生代言人的称号等等 凡是能模仿的都尽力模仿 不同的是 肖战的热度来自于自发 模仿的热度来自于营销 来自于买买买 在他们眼里只要热度上去了就行 自己认定是真的 那就是真的 针对某家模仿肖战高奢的广被打卡的现象 网友评论说这脸皮也是实在够厚的 东施肖瓶真是让人一笑大方 肖战被打卡的地广是个大高奢品牌的精心宣发 肖战的时尚表现力和高奢内合乡的一张 所以才吸引了众多的网红播主 这绝对不是打卡普通的广告牌那么简单 有的网友说肖战还有骨持涂鸦墙呢 他家是不是也要找一个强图上自家的形象 在模仿一波才行呢 你可以模仿打卡地广 但是世界名画可是模仿不了一点点压 赝品就是赝品 永远代替不了正品 目前肖战被纳于各家全方位抄作业 肖战也是太难了 网友总结说模仿地广出圈这件事 需要高奢 顶级流量 时尚感 同款这几个要素缺一不可 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才能有一种潮流前端的磁场吸引 其他纯属凑热闹 姿态根本摆不起来 时装周和乡村大舞台根本不是一回事 最后还是用肖战的话来做结巴 想要的靠自己努力争取 不要走歪门邪道 肖战仍旧是内于不可复制的传奇人物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